请收看 维新世界 青年一点通 雷山笑过 雷泽贵美 离东八卦 离为佛 火香与火风 冰火水为几山 水梦 风水还 天水雄 天火同人 真宗八卦 真为雷 雷滴雨 雷水险 雷风恩 地风声 水风静 这风打过 这雷碎 解决在学校没有学过的事情 在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可以来到基隆道场 来这边采访我们较年轻的同修们 一起来聊聊他们的学习过程 以及正道案例 我们很欢迎我们的黄嘉宾师兄 嘉宾 主持人好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我是基隆道场正旗班 三十届班长 我叫黄嘉宾 目前负责中古车的业务买卖 是 我们的嘉宾师兄 其实在很多法务当中 常常可以看到你 因为我们的嘉宾师兄 又高又帅又明显 很容易让我们的眼光抓到他 嘉宾师兄 现在是在我们的家里的产业 有关中古车的部分的服务吗 对 中古车 买卖这边 是 那这中间呢 有没有 其实很多大家在选车的时候 都会很困扰 不知道要怎么选择 可以教大家一点点小技巧吗 嗯 当然如果你有入中门的话 我们可以先张挂 看这台车是不是适合我们 对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你要找一个有幸运的 好的二手车商 是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 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师兄 在我们的基隆道场 那现在也是我们第三十届的班长 是我们最近期正期班的班别 那时候是怎样的缘分 被选为班长 嗯 可能大家都 比较 选最年轻的吗 对 选最年轻的 然后给年轻人机会这样 是 我们年轻同修来学习 易经风水宗教很有优势 又年轻 记忆力又好 又有活力 愿意帮大家来做服务 对不对 这也很好奇 夏宾师兄 您那么年轻 是怎样的缘分 来到维新圣教结缘 嗯 最早的话是 阿姨在大安寺学习 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说 有一个维新圣教在台湾 然后就陆陆续续慢慢的 有时候也去大安寺参访这样 然后最重要的是几年前 因为家里我们是经营中古车 有修车厂 但是因为一场大火 让那个 整个厂房都烧掉了 面临要原地重建 哇 是 所以那时候也很彷徨 刚好有机会邀请到师傅 到基隆来帮我们看工厂的坐像 然后以及重建之后 我们的大门要开在哪边 办公室要如何摆设 后来就照着维新圣教的法仪 也顺利的重建厂房 然后现在公司的业绩 也比以前好了许多 然后人员管理 或者是上班的气氛 也都顺畅 非常感谢 是 在车子行业 这个领域也是需要 有很大的一个 厂地 厂房 来制放我们的中古车 所以在管理上 也是会相当要有智慧 但在这个产业领域上 也会有需要很多智慧 尤其可能要怎么经营等等 但是也会很好奇问说 我们进到维新圣教的上课 是当初是怎样的一个缘分 进来上课这件事 一开始是妈妈先进来基隆道场念 然后我就是像道场如果有周年庆 或者是法会的时候 我就会来参拜 然后向老祖祈求 然后越来越常来之后 也刚好人生也遇到一些 需要做重大抉择的时刻 像是结婚 买房子 旅厨等等 这几年也都到基隆道场 麻烦原堂法师帮我们粘卦 或者是说有什么法仪可以照着做 然后后来刚好可能姻缘也成熟了 我们听到说基隆道场初级22班要开课了 那我就赶紧报名 然后来参加一金大学 是 在今年的部分呢 其实我也跟着师傅巡回各分寺道场喝春酒 我们前几站就来到我们基隆道场 也有看到我们嘉宾师兄跟家里的师姐 好漂亮哦 也在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咯 对 今年非常有信心 有信心 加油 那师傅也当下也赐福 我们嘉宾师兄还有师姐 接下来呢 等待好消息 然后再跟大家报告咯 好 没问题 那也会很好奇其实是 最当初的缘分是从阿姨那边开始结缘 妈妈到你 到现在 对你而言 你觉得在跟维心圣教结缘之后 对你的转变还有心境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进入中门之后 因为发现我们维心圣教到处都是宝 所以很多事情遇到的时候 都会先到道场来祈求 或者是询问一下法师 有没有什么法仪可以照着做 然后在前两年因为刚好也遇到我们爸爸往生 然后我们也是有一点彷徨 但是我们就是照着维心圣教的法仪 从第一天开始到每个期我们都有把它做到 直到最后告别式的时候 我们就也很欢喜心送爸爸最后一层 因为这是我们能为往生者做最后一件重要的事 是 生命死别呢 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正道案例 其实跟你的工作应该也非常息息相关吧 首先我想要先分享的是 就是因为我们家族有一个叔叔 他因为糖尿病病发 然后被医院判定为植物人 所以也在基隆的创世医院躺了好几年 然后后来因为妈妈和我都有进入中门 我们就想说会不会是祖先的风水有问题呢 那时候也有麻烦颜党法师跟我们一起去现场看 后来再回来张卦 确实因为以前土葬可能过了几十年之后会有地层下陷 或者是那个甕里面会有积水的问题 后来就是把他们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之后 之后开始我们的家族也就大家都很顺利 该结婚的都结婚了 然后有生小孩的也都陆续有开始生了 然后再来的话 因为我是坐中古车 所以车子买回来除了基本的外表 内装 底盘 我们要仔细的检修以外 我也会利用我们中门的法 像是用第二次洗米水来化煞 还有用受精让那个车子过火一下 真正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前一位车主他开的时候有什么状况 经过这些化煞的话 我们要卖给下一位客人也会比较安心 是 常常也因为客人买回去他开得很开心 比如说爸爸买 可是一年后儿子也想买 他就会介绍他儿子来跟我们再买第二部车 是 而且有宗教的法仪 李文先生叫老祖师尊所穿的这样一个法仪 对于我们在买卖上 也增加更多的一个安心 一个稳定度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怎么选车 选到的车是不是能够安心 这个都会很紧张的 因为中古车就是怕买到世故车 或者是车况不好的 因为卖方 他不一定会告诉你他的来历 是 所以我们还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先张挂 是 师傅也提说凡事要用意 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所以也邀请大家一起可以来揭法 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那刚刚嘉宾师兄跟我们提到有关祖先的一个风水问题 在这边也要更加深入说 问到说叔叔的状况后续是不是也都有一点 比较好转的 对 后来因为我们把祖先的风水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之后 大概三年前 医院就有说 你们某某某他现在眼睛会动了 然后后来就跟着医院持续的复健与物理治疗 现在叔叔他已经可以说话了 然后我们谁去看他他也知道说谁来看 对 对 这对于我们家人来讲是天大的好消息 原本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现在渐入佳境 那也期望说叔叔一切会越来越进步 对 那我刚刚也有问到嘉宾师兄说 最当初来到道场的时间跟频率也没有那么高 到了现在呢也常常来到场参香礼拜 也有自己的一个礼拜的顺序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常来的话我就会觉得说 到了道场我们就先向老祖祈求 祈求完之后 像比如说今天地址某某某 祈求老祖祈悲加持护佑 我要做什么事 然后祈求所求皆满愿 然后回去的话就在有空的时间 就赶紧多送金回向 比如说天德金都可以 然后有时候常常送了一个礼拜 或者是多久 你就会感觉事情就真的越来越顺利了 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 那当事情达到我们内心想要的 我们就要顾思回向 就尽我们能力范围内 看是要法师啊 还是财经供养 或者是无畏师都可以 当法工也都可以 这样下次我们在祈求的时候 就更有信心也更有力量 是 在有时候呢 我们年轻的孩子呢 来到寺庙呢 来到道场呢 不太了解这中间的法仪 可能就点了香 拜完之后呢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其实这中间都有一定的一个程序 好好地说 来跟诸佛菩萨来禀告 你的所求所愿 以及自己的资料等等呢 那后续未来之后 也都如果如愿的话 能够也回馈 或者是供养 或者是当法工的方式 来供养师方 那也会很好奇问说啊 其实我们在基隆道场 这个附近是很难停车的耶 那我们的同兄们来到这边 可以怎么办 这边就会告诉大家一个小秘方 就是在初级班的时候 圆堂法师有教我们说 今天你要出门的时候 就可以先念老祖战绩 比如说 停车位很好找 也常常就会如你所愿这样 是 那在紧急的时候呢 也就来做一个奇愿 也包含呢 今天我们录影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的嘉宾师兄也很紧张 有紧张吗 有 那也刚刚在上香里拜老祖师尊的时候 也祈愿在我们每一场的微星电视台录影 都能够顺利成功精彩平安 然后包含我们每一位受访者的故事 都能够很精彩的呈现给大家 来跟大家分享 那也除此之外说我们嘉宾师兄 这几年跟道场结缘 也常常在法工服务看到 我们嘉宾师兄 这几年因为都有参加元旦祭祖大典 很荣幸也都有在 檀城上面担任施礼生 然后 因为在 隐秦祖灵的时候 常常会不由自主的流下眼泪 然后好像有感应说 他们祖先都有来到会场 在上面看着我 然后我也在心中默念说 他那个亲戚的名字 我说你们有看到我吗 这是很殊胜的法会喔 我也都有替你们安临位 祈求你们每年都要来喔 这样 在司礼生的服务上呢 也都会在檀城上面 是最接近我们的列祖列宗 也最接近我们所有的法语的部分 在上面嘉宾师兄 您的法务内容会有哪些 我的部分大概就是 比如说贡花贡果 然后贡香 有时候还有那个果跟串这样 就是要拿给师傅 非常恭敬的这样 对 有没有很紧张 第一年特别紧张 因为元旦是1月1号嘛 对 就是常常12月31号就会睡不太早 整晚都没睡就这样跨年是不是 对 然后后来这几年就 比较慢慢熟悉的话 就会觉得 这个很殊胜的法会 我们一定要参加 是 而且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施礼生的位置 这么近距离的来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整个法会的过程是非常难得的 那在每一场法会也需要很多法工服务啊 不单纯是在我们某个道场的一个法工服务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法工同修在每一场法会的一个付出 那除此之外还有在哪些法会当中嘉宾师兄一起参与 其他就是比如说水路法会 或者是我们九九法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轮到两三次可以担任义工的机会 那我如果有空的话都会尽量参与 能够当法工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嗯 是 那跟师傅结缘跟老祖师尊结缘这样算一算大概几年的时间了 大概有三年可是真正 可是认识为新圣教应该五年以上了 是从师傅妈妈师姐那边开始对不对 那对你而言你觉得有没有带来你其他心境上的一个转变 或者是跟家人工作上的相处的不一样 首先我会觉得因为法师在初级班有讲了一句话 因为人是相对待而不是相对立 当对立的时候你就会硬碰硬 然后常常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出现 那你相对待呢 我们你对他好他可能对你更好 然后常常当身边的人都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不会查到那里去 是 那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个心境上的一个转变 那师傅也教我们要转进 要转我们的念 不要被念转了 不要被静转了 那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还有也用从经典里面 来做修行 来修养 升息我们自己 那在尾星圣教里面 在道场上课修行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正道案例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我们年轻同修所遇到的事情呢 跟我们长辈的状况有一些都不一样 对 因为年轻人可能会比较相信科学 但是这几年我在道场的经验呢 当你们遇到了问题的话 或者是困难的时候 可以就进我们前往家里住附近的道场 向法师请教看是张卦呢 因为经由老祖张卦呢 神佛不欺人 对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做 然后不行的话就尽量避免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是 那也邀请我们的同修们 一起来接法 那无论大家的年龄层如何 班上也有很多年轻的学子们 一起来接法 那也邀请我们的嘉宾师兄 来邀请一下大家 因为我会鼓励电视机前面的青年朋友 还有 凡事皆瞻 知一切法 不被法所误 还有就像妈妈讲的 当我们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帮助他人 以立他为初心 当我们时时刻刻都想着别人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 是 那在这个节目当中 七年一点通呢 我都会希望我们的年轻学子呢 来感谢神明中对你很重要的人 也借由电视的方式 来对他们表达感谢 首先 谢谢老祖 谢谢师傅 还有谢谢元堂法师 再来要谢谢妈妈 因为有他才会有我 对 谢谢 是 好 妈妈爱你喔 你要说爱你 爱你 那因为在嘉宾师兄的家族的产业上面呢 是有关中古车的一个专业的领域 我也想要让嘉宾师兄再一次介绍 有关他的家族工作 然后让更多朋友来了解 以及更能够深入的知道说 原来在这个产业的一个专门技术 在中古车的话 因为我们是在基隆算也经营蛮久了 算老字号的中古车商 然后我们也是一条龙服务 从开始进车之后 车子如果需要外表要烤漆 或者是引擎有需要修理的部分 或者内装要升级 我们都做得到 然后回来因为就是像刚才讲的 我们回来会化煞 因为中古车就是最怕这台车前面有什么问题 那经由化煞之后 我们这台车也放心的可以交给下一位车主 结更多广结善缘 是 非常今天谢谢我们的嘉宾师兄 来到我们的七年一点通里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嘉宾师兄 谢谢主持人 那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的黄妈妈 谢谢黄妈妈 爱你 也谢谢电视剧前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近年一点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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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